上星期五大升 恒指上升10天线 逼近20天线 在欠缺北水之下 其实成交也很大 你看看今次政策的转向 是否可以带动恒指上较高的水平 也有些时间来观察 始终我们看看3月中的时候 3月16日和3月17日 两个交易日 恒指出现一个大升的状况 升了超过3000点 经过这个消息消化之后 似乎大概升了半个月 恒指又再出现一个会员的状况 即是说到今次来说 又再有一些重大利好消息 再对应恒指的刺激时 值得去留意 上次大概升到22,500点的位置 开始乏力又有一个会员的状况 暂时去看的时候 首先要确认21,000点这个位置 是否真的可以站坏 因为始终上星期五收市的位置 只是21,089点 略高于21,000点 如果今天恒指的表现 都是跟随着美股表现反复的时候 不排除又再收低过21,000点 变成第一步 要看的时候 如果站稳到21,000点 继而再上望的时候 才可以看高一点 例如21,800到22,000点 至于是否真的可以试上次高位22,500点 暂时也要留意 是否继续有持续增加的状况 才可以稍微看得乐观点 暂时我觉得审慎地留意会比较适合 Thomas的口风也认为要先观察住 未是一片大好的情况 暂时我们已经以后 珍费了最高两个人 我们就感谢 我们就会有一个 我们就会有一个 我们就会有一个